斗大的韓國瑜跟鄭正前的人像 就放在競選總部的上面 準備參選新竹市立委的鄭正前 12號在金國路與東大陸交叉口 成立韓國瑜、鄭正前聯合競選總部進出茶會 現場來了不少支持民眾 讓競選總部去熱鬧滾滾 今天來的我感到最安慰的 就是我們市議會 所有黨籍議員都全言到齊 這讓我非常的感動 我們希望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要祝福韓國瑜、鄭正前聯合競選總部 今天進出以後 我們一定靠所有鄉親大家的支持之下 一定能夠開花結果 除了旅學章 國民黨籍的議員好朋友們也來了 由新竹市議會議長許修睿帶頭 肯托民眾投票給鄭正前與韓國瑜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跟立委候選人鄭正前 我們會熱誠的來款待所有的鄉親長輩 讓所有鄉親長輩 一起來 把韓國瑜送進總統府 把鄭正前送進立法院 為了讓競選總部接地氣 總部內的設計別具巧思 例如一棵大樹 象徵了客家精神的薄公樹 邀請民眾來樹下泡茶聊天 另外還有天花板上的掛的雲朵 這是與韓國瑜的名言有關 整個競選總部這次做了一些小創意 我們自己親手造了一棵樹 我們是一個象徵客家精神的薄公樹 那麼我們還有穿雲件 還有投籃的一些設備 還有一個正能量的巴士 還有蕩球籤等等 我們希望所有市民好朋友有空 一起到競選總部來看一下我們這一群年輕人 打造出來的競選總部看看跟以前競選總部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歡迎大家一起來 由於距離明年的選舉已經剩下不到100天 李學章透露接下來準備邀請韓國瑜跟李嘉芬來到新竹市造勢 拉抬地方選情的聲勢 凱布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